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演員巴西內與邱鐵俊在首爾舉行了非公開婚禮 雖然韓國現在疫情很嚴重 但是許多圈內好友都來到現場慶祝了兩個人新的開始 其中,歌手依永宜、Crossing與Exo Dio的祝歌 跟Immeno的IG天文引起了非常多網友們的關注 首先,巴西內的好友依永宜在台上演唱了 韓劇《桑蔬家庭》的主題曲《Maria慶祝了兩個人》 然後,Crossing與Exo Dio則是演唱了Tokebi的OST Beautiful 最後就是Immeno參加完婚禮後 在一集上傳了寫著Kintan的照片後發文 首先,這Kintan是巴西內Immeno主演的韓劇《桑蔬家庭》中 Immeno的角色名字 而Immeno偷用了劇中Kintan對恰恩桑說的 發文 而弄笑了很多網友們 所以是,巴西內用Kintan這個名字發送了吸鐵吧 然後Immeno使用了Kintan的台詞 巴西內跟Immeno兩個人都太有趣了 Dio的音色太好了 希望兩個人能合作姻緣,拜託 在歌坦沒能看到的組合在祝歌看到了 看到這樣的婚禮的話,就真的想結婚 希望巴西內卻特訓兩個人白頭偕老,永遠幸福 下一個消息是,2月份即將要出道的新人女團PBG 所以今天開始Nabi的Puddy們 所以Nabi們Puddy們,我們期待PBG的出道吧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在韓國 女性XXX,被判刑更多的理由 我們來看一下一位教授的主張 是因為罪之太惡劣了,無法原諒 我曾經主張過,我沒有理解罪之會變惡劣的那個逼不得已的情況 殺人事件的99%都是男性在犯 因為我的女人有外遇XXX他,或者是殺了外遇對象 但是男性一般不是,我一定要XXXX這樣 而是一時衝動推了一下,結果發生了意外 通常都是這樣 所以在法庭,男性犯罪會不停的求饒 我真的沒有想到會有這個結果 然後被判刑的話,律師會上訴,繼續上訴 這樣量刑也會一直減少 但是女性罪犯,不會上訴 律師在旁邊一直說要上訴也沒用 為什麼?是我做的 他們會覺得他們確實做了那件事情 所以為什麼要上訴? 一般女性一時衝動想要XXX男性的話 很有可能會反過來自己會先遭殃 所以女性必須要事先做好完整的計劃 在那個男生完全是無防備狀態的時候才動手 而且要依次解決 所以在法庭只聽這一段的話 他就會成為無法得到原諒的畜生 所以一開始會被判重刑 而被判刑後 女性罪犯一般都會直接接受 所以在法庭只用結果來統計的話 女性XXX一般會比男性判得更重 所以我是主張 法庭必須要先認真地了解 男性女性的這種特殊性 了解罪之只能變惡劣的那個情況 哇,真的讓我有了很多感想 內容太好了 真的很傷心 一般弱者事先計劃都是有一定的原因 因為那樣自己才能活下來 所以應該要考慮這些再判刑不是嗎? 唉,我覺得法庭必須要更冷靜一些 不要因為是意識的衝動就減刑 初犯就減刑 喝酒了就減刑 反省了就減刑 因為喝減了就減刑 年紀小就減刑 打了老婆30年後打死了的話 是意識衝動突發性的 被打30年的老婆公的話 是計劃性所以被判重刑 唉,對於這位教授的主張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